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莫菲表示 俄罗斯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,超出防御框架 美国方面以及盟友应采取回应措施 莫菲还表示五角大楼要做出反应 同时表示,俄罗斯正在建立北极司令部和新组建部队 还修复了二战时期的基础设施 在科拉半岛部署S-400防空导弹,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种扩张军事能力的做法超出了领土防御框架 不过,俄罗斯在自己国土部署防空导弹 为什么被美国称为这种扩张军事能力的做法超出了领土防御框架 美军在日韩,在沙特,阿联酋,在波兰,捷克,罗马尼亚部署导弹又突破了什么框架呢 阿根廷从来不抱怨 俄罗斯在俄罗斯领土部署防空导弹,因为阿根廷人也不会去 美国人抱怨,那是因为美军真的经常靠近俄罗斯在北极的部分领土和领空 俄罗斯北方舰队司令莫伊·谢耶夫海军中将就表示 北约在北极地区举行军演和军事侦察次数正在大幅增加 美国防务新闻曾报道 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兼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特伦斯·奥肖内希说 北极是我们的对手对北美进行打击的潜在途径 现在是我们防御的第一线 美军已经开始布局北极 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也参加了在北极举行的军演 这是几十年以来美军航母第一次进入北极军演 美军和加拿大军队则持续在阿拉斯加等地进行预警和航空演习 美国空军正在制定全面北极战略 奥肖内希表示 北极已经不是避难所而是我们防御的前线 要对美国空军在阿拉斯加的50多个雷达站进行全面升级 美国陆军发现寒冬地区进行部署的武器 包括在零下45度进行作战的联合全天候全地形支持车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订购更多的破冰船 美军极地训练保留滑雪飞机在冰面起降能力 美国海军的美国海军北极路线图2014-2030 要求美军太平洋舰队大西洋舰队都可以在北极进行军事行动 美国空军第三飞行连队 第354飞行连队 以及第176飞行连队增兵北极 还有一个54架战机F35隐身战机连队 美国空军则计划于2022年之前 在阿拉斯加进驻100多架包括F22A和F35A在内的第四代战机 美国陆军已经强化在北极地区军事演习 同时举行多兵种严寒地区联合作战演习 甚至美国军事专家都担心 美俄将会在北极附近巴伦之海爆发第三次大战 美国军事网站则认为对俄罗斯的全面进攻是空想 美军武器难以适应零下45度严寒 而俄军却可以行动自如 虽然美军F35战机黑鹰直升机经过严寒测试 但是那只是零下30多度 在北极遇到恶劣天气将会加速美军的失败 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北极地区的冰盖正在融化 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安全挑战